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 贝鲁特港湾的大爆炸案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很多朋友对这次大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创伤非常关心。 今天的老杨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贝鲁特。 2020年8月4日下午60左右,在利巴伦的首都贝鲁特的贝鲁特港湾发生了两起大爆炸事件。 这次爆炸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巡视。 这次事故到目前为止造成了220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位数众多的人失踪,造成30多万人,五家可贵。 这次爆炸据说影响于爆炸地点周围13公里以内的70多万居民。 据这个利巴伦公共保安部称,爆炸于2014年开始存放于港内的2700吨硝酸碍有关。 事故爆炸的荡量大约相当于300,指1000吨的TNT炸药。 谈到贝鲁特,首先要给大家介绍里巴伦。 里巴伦共和国又称里巴伦,位于亚洲西南部,也就是西亚了。 地中海的东岸,习惯上归属于中东国家。 东北部里巴伦与叙利亚接让,南部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零,西边聘临地中海。 里巴伦历史上与基督教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中东地区位数不多的共和国和西化的国家之一。 里巴伦的境内,有人类最早一批城市与世界遗产,最古老的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旅游业中相当著名。 贝鲁特是里巴伦的首都,位于贝鲁特省的地中海沿岸,是该国最大的海港,也有着中东小巴黎的美誉。 因为最近一直没有人口普查,不知道具体人口多少。 但是根据2007年,当时的估计大概有100万到200万之间。 贝鲁特这个地名首次出现于古矮纪的阿玛尔奈文书中,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并一直有人类挤入。 它与邻国的徐利亚的大麻士格并列为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贝鲁特不仅是里巴伦的政府所在地,同时也对里巴伦的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贝鲁特中央区、哈美拉街和阿什拉菲叶区等地有众多的公司与银行。 此外,还有著名的出版社剧院夜生活非常丰富,因此也成为了区域内的文化中心,也有中东巴黎的美城。 在20世纪末,因为里巴伦内战这个城市被毁,后来经历了大的重建。 2009年被纽约时报评为最佳旅游城市,同年孤独星球,将其评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根据美式咨询2010年的研究,贝鲁特是中东消费水平第四高的城市,在中上等输入国家中排名15位。 2011年,万事达指出贝鲁特是中东和非洲旅游消费第二高的城市。 在公元前140年,贝鲁特是被迪奥多德、德利峰与安条克七世之间的赛书五帝国王位争夺中摧毁。 后来贝鲁特很快在希腊文化计划中有条理的重建,并改编为Laudisse in Canin,以纪念赛书西王朝的一位王后。 那么现在的贝鲁特是建立在一个旧城上,现在大量为意识中心的古老遗址开放与考古学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在短暂地成为叙利亚王国的一部分后,贝鲁特及整个里巴伦被交由法国托管。 但是在法国管理期间,政府没有能够处理好各交派之间的关系,一直在贝鲁特造成了宗教关系的紧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里巴伦被服役了独立,而贝鲁特则成为里巴伦的首都。 贝鲁特一直维持着他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文明都市、重要的商业中心以及旅游中心的地位,直至里巴伦在1975年爆发了内战位置。 在这场战争之间,这个城市分裂为由穆斯林控制的西部和基督徒掌握的东部,而先前成为很多商业及文化活动焦点的市中心,顿时成为了一个无人地带。 而很多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主要原居民,则纷纷逃亡其他国家。 至战争结束以后,里巴伦人民已经着手重建贝鲁特,而这座城市已恢复它作为中东旅游、文化中心和主要都市的地位,以及商业、时装和媒体的中心。 讲到这里,不得不给大家回顾一下里巴伦内战。 里巴伦内战,英文叫里巴伦Civil War,是发生于1975年至1990年期间的一场全面内战。 这场内战总共导致了12万人的嗓声。 至今在里巴伦国内仍有7.6万人,依旧因这场战争而流离世俗。 另外,还有100万人因为这场战争逃至了国外。 内战的原因,还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里巴伦的历史。 在1920年至1943年,发属叙利亚托管时期,各党派和教派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但是,在里巴伦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以及许多泛阿拉伯主义分子和左翼派别。 这些人反对亲西方政府。 以色列的建国以及大约1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拥入里巴伦,使得里巴伦国内的政治平衡被打破。 穆斯林群体的力量得到加强。冷战对里巴伦产生了巨大的分裂性影响。 后来巴结组织在黑色九月事件之后,被约旦驱逐到了里巴伦,使得巴勒斯坦难民、群体开始军事化。 这样引发了里巴伦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军备竞赛,并且为里巴伦长期陷入地区冲突,创造了条件。 后来在1975年,马龙派基督教团体和巴勒斯坦武装派别爆发了武装冲突,之后左翼团体、泛阿拉伯团体和穆斯林团体与巴勒斯坦人结盟。 1976年经阿拉伯联盟的调节有过短暂的停火,但内战又迅速再次展开,战火集中在里巴伦南部,那里自1969年起有巴结组织控制,后来南部有以色列占领,北部有叙利亚控制。 1980年代的前景越法灰暗,贝罗特的大部分地区在以色列入侵并驱逐把劫武装人员时被破坏了,战争更演变成了民族和宗教的屠杀。 在1983年,贝罗特发生自杀式的汽油炸弹袭击,总共有299名美国和法国的违和部队士兵被炸死。 后来到了1989年,他一副协议的制定标志着里巴伦内战开始进入了尾声,但此时以色列仍然占据着里巴伦的南部,扶持南里巴伦军,将该地区作为一个仿泛反以色列武装袭击的环冲区。 后来以色列军终于在2000年撤离,南里巴伦军随即瓦解。 直至2005年,里巴伦反对派和有力的外交干涉,包括美国、法国和联合国联手以逼走叙利亚。叙利亚那时候才从里巴伦撤军。 1981年元月,一个由阿蒙指派的委员会开始着手制定了结束冲突的方案。 1991年3月,里巴伦议会通过了一项大赦发案,赦免了发案通过之前里巴伦国内所有的政治反。 1991年5月,除了里巴伦珍珠党以外的各民兵武装都被解散。 里巴伦政府军开始重建一致里巴伦国内位移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武装力量。 但里巴伦内战结束之后,里巴伦国内的孙力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张。 自这个内战结束以来,里巴伦已经进行了多次的选举。 大部分的民兵组织不是被削绕,就是遭到了解散。 而里巴伦政府军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能够覆盖到全国三分之二的地方。 在2006年一役冲突结束之后,里巴伦政府军30年以来第一次进入了里巴伦南部地区。 迄今为止,里巴伦依旧包受内战带来的伤痛。 内战总结导致15万人的丧生,还有10万人因伤永久制裁。 大约90万人,也就将近100万人,相当于战前人口的五分之一流利是说。 另外,大约有25万人永久的定居在海外。 到现在为止,在之前双方争夺的地区还留有数以千计的地雷。 所以说这个地方生活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 一些在80年代中期被绑架的西方人质,直到1992年6月才获得释放。 而里巴伦因绑票和战时失踪的受害者大约有数万人。 在未期15年的内战中,至少有3641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导致4386人丧生,数千人受伤。 由于里巴伦内战期间,汽车炸弹被频繁使用,并且经常引起到有效的作用。 其他炸弹在里巴伦内战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冲突中,成为广泛使用的一种袭击手段。 这个最近2020年贝罗特爆炸事故,它是发生在8月4日下午6时左右,在里巴伦首都贝罗特。 它总共发起了两期大型的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的巡视。 到目前为止,这场事故,总共导致了220人死亡,超过7000人受伤,且为处众多的人失踪,并且导致了30万人无家可归。 据称,这个影响是据爆炸原点半径3公里以内的77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据里巴伦公共保安部门称,这个爆炸于2014年开始存放于港内的2700吨硝酸胺有关。 事故爆炸的荡量大约在300到1000吨的TNT炸约的荡量之间。 所以说,这次贝罗特大爆炸事故,是自里巴伦内战结束之后以来,所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巡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